第三就是在绩效考核中 试制风险控制指标 那这个实际上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就是说你风险控制 你要有人来去做 无论是我们业务层面 有设置这样的岗位 这个业务主管 有这个责任去做 还是我们的高层 还是我们专门这个负责 这个牵头组织 归后管理的这个内控部门 都应该就是 我们在前面讲这个内控 这个组织体系的时候都讲到 那么刚才也说了 各个部门在风险控制当中的 这个责任应该是说 风险防控人员有职 问题是怎么能够使得 这句话真正落地 风险控制人员有职 你不能是喊的喊卡号 不能是只是贴在这个墙上 或者仅仅是什么呢 写在这个制度上 你要有措施 这个措施是什么 就是讲诚措施 讲诚措施 这考核是个职务 这就说的就是 如何来在绩效考核 对各个部门 各个业务板块 各个岗位 进绩效考核的时候 除了考核他的这个财务绩效 我还要考核 除了考核他的本质工作 我还要考核他 在风险控制方面的这种责任 完全的责任 如果不这样的这个人 如果不这样做 不跟这个奖程结合在一起 不跟利益挂钩在一起 可能风险这个防控 也可能会流于形势 就像我们全面预算一样 可能会不当真一回事 是吧 所以说的是这样意思 下面呢 我就结合一些 在实际当中呢 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做法 我下面呢 我就结合那几个案例 来讲讲的就是说 怎么在绩效考核当中 来设置风险控制指标 首先呢 我想举一个中国实话的例子 我就想讲讲 他的内控手册 当然最后一看 涉及到这个 在绩效考核当中 怎么来设置风险控制指标呢 当然呢 是为了让大家 对内控手册 有更加深刻的这种理解 我还是把它的 大致的框架讲解一下 那么 首先他是为什么 要做内控手册 一个 外部监管的要求 法律法规要求 和规要求 第二个 写自身的实用 还有防控风险 提升效率 实现他的战略经营目标 为他的战略经营目标 自在安业目标 提高什么 保驾护 他的这个内控制制度体系呢 一个 整个企业集团有一本内控控制手册 这是 这段层面 还有呢 他的 二级经营单位 分公司 子公司 研究业 也有 分公司 有实施细子 内控实施细子 子公司 研究业 因为呢 是独立法人 他有 有单独设置的内控手册 还有第三层面 就是和内控控制相关的管理制度汇别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可能大家也在做内控这个制度 见识的过程当中 也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 或者说 一种困惑 就是内控手势 和我们已有的管理制度 或者说其他的管理制度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谁包含谁呢 还是个性歧视 还是呢 交叉 这样有关系 这个问题大家先思考 我在后面会先解释 那么这个是他内控手册的结构 分成呢 六个部分 总则讲的是内控的基本要求 实际上就是对应我们的 企业内控制 规范执行体积当中的第一层次 企业内控制基本规范 相当于是总的纲理 对 还有这个内控手册第一块 总则 接下来业务流程 控制矩阵权限指引 这三个 实际上是可以说是什么 就是 正在于他们一下业务流程 应该如何来 实施内扣 分成这三部分 具体的规定 实际上这个呢 就是和我们企业内部控制 规范执行体系当中的第二层次 应用执行 怎么来 相对应 实际上内控执行 实际上是教我们是什么 这个企业如何来做内控 那怎么样做内控呢 首先 它的落脚点或者出发点 是按照每一项业务流程 每一项业务流程 那它首先是 对着业务流程图 其次呢 有控制剧阵 控制剧阵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对业务流程图的 补充说明 说明什么呢 控制剧阵主要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就是说明有 我业务流程 要达到的控制目标 在经地集团内控手册 介绍经地集团内控手册的时候 我介绍过 控制目标 其次是什么呢 我这个业务流程当中 所面临的主要风险 关键控制点 还有呢 我要采取什么样控制措施 谁啊这个实时之下控制措施 控制主体 主要是包含这些内容 控制剧阵 就是每一项业务流程的 控制目标 关键控制点 风险 风险描述 控制措施 控制主体 当然还包括 相关的表情 就控制剧阵 那全线指引实际上 也是对业务流程的 补充说明 它主要是 针对于业务流程当中 需要进行审批的 环节 那我究竟应该 如果来划分这个审批权限 在审计 在权限指引当中 进行的明确规定 实际上我在介绍 京 京地这个 集团 它的内供手册的时候 我说它应该还有这一款 审批权限的 积极的规定 好 那么还有的 它一块就是 检查评价 那实际上就是 讲的是 内控 我自我的 监督检查 自我的评价 应该怎么做 包括考 它实际上 就是和我们企业内部控制 评价指引 相对应 评价指引 主要是教我们企业 怎么来做 评内控 这是 它整个的框架 最后是副子 可是这个结构 也很清晰 也值得我们 接见参考 那这是它的这个总值 总值就是包括 其各方面 目的 意义 定义 原则和实用范围 然后呢 五要素 然后内控 手的结构 生效 更新 实际上就是和基本规范式 写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式 差不多的 是吧 好 那么这是它的定义 它的定义 你看它这里面是 参考了 扣手报告 内部控制整个框架 和我们国家的前内部控制 经济会 还有呢 五要素 是吧 那么它的原则呢 不止五项 是七项 它多了两项 除了前面性原则 重要性原则 质量性原则 适应性原则 成本效原则以外 它还有呢 两个原则 一个叫合规性原则 一个叫包容性原则 这两个主要是什么呢 合规言则 它主要是什么 因为它在三地上市 在美国纽约 香港 还有我们大陆 都上市了 所以它要符合 上市所在地的 法律 法规的那种要求 它的内控手册编制 要符合上市所在地 关于内部控制的 法律法规的要求 这叫合规性原则 我做内控手册 首先的目的就是 为了符合合规的要求 在内控手册当中 我要明确 我要想重点讲述的是 包容性原则 我们来看看 它是怎么说的 它说内部控制手册 是依据内控框架 充分吸收中实化 现行各项管理制度当中 控制风险内容 而系统编制 这样一个手册 涵盖了公司治理 经管理业务操作 等不同层次 那实际上它就讲了 内控手册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它是按照一定的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内控框架 实际上就是五要素框架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在讲内控的前章准备的 风险控制前章准备的时候 给大家提过 采用一定的形式 把我们现有的各项管理制度当中 和风险控制有关的内容 汇总在一起 按照一定的框架 五要素框架 采用一定的形式 包括业务流程图 控制剧阵 全线执行表等等 编制而且的一个制度手册 谢谢 讲的内控手册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 应该是管理制度的内容 涵盖我们内控 是不是这样子 只不过呢 我们把这个管理制度当中 跟风险控制有关的内容 给它抽集出来 按照五要素框架 采用特定的这种表现形式 汇变而成 那后面他第二段话也讲了 怎么来处理 我们内控手势 以既有的各项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 他说要力求避免 以其他管理制度相矛盾 尽可能能够包容不同企业 现有的内控的要求 你要协调一致 保持一致 第二呢 由于我们内控手势 制定在后 所以呢 在我们制定这个内控手势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 已有的各项管理制度 确实脱离了实际 那我们应该及时的修改完项 以内控手势 规定为整 他是这么个来解决 两者之间的这种问题 第一个 尽可能 保持一致 第二呢 如果已有的各项管理制度 在我们制定这个内控手势的时候发现确实是过时了 有问题的 不符合实际的 时效的 我们应该修订完项 这个手势应该以内控手势为卷 他是这样 包容性严肯 他实际上是回答了 我们在这个 从事这个内部控制制度阶制过程当中 会所面临的一个困惑 就是如果来处理内控手势和既有的各项管理制度的关系 那么还有呢 那么还有呢就是他就是为什么会有总部有一本内控手势 分锋车子公司又有相应的内控实施细则和这个内控手势 这是他的这个总体的要求 那么接下来他就是内部环境 包括文化 组织架构等等 那么他的这个内控机构及企业内控机构 他里面说的这个就是权子的划分 包括内审等等 这个实际上这都是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 这种统一的要求 那么他的组织架构呢 你看他就跟国资委财政部领导下方的文件一样 成立的领导小组 同时他设立的跨部门的组织 内控办公室 当然主要是放在那边财务部 财务 然后呢分子公司也是如此 是吧 你看他也是有领导小组 要建领导小组 然后内控办公室呢 是财务处旗管处都要涉及到 这是第一个要素 内控环境 那接下来是风险评估 第四个呢 再接下来就是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 还有呢信息沟通 信息沟通 最后呢是内部监督 还有是日常监督专项监督 其实他在这方面主要是 参照且内部控制机会规范 最后一部分 内控手制机构 生效更新 要由董事会审批 因为董事会是 承担内控制度的建立建权 和有效实施的最终责任 这样 董事会审批 而且呢 我们内控制度要符合适应性原则 要及时更 及时的更新 修订 他们公司规定是每年一次 好 接下来就是他的控制流程 他分了呢 18个业务流程 那18个我们可以去看看 他也不是完全和 18个应用职业一一对应 那这体现在我们说的 一个企业搞内部控制度建设 要符合适应性原则 适应性原则第一层含义是什么 要符合实际 要结合企业实际 你看他这里面 他因为是上市公司 非常重视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 另外他是化工制造业 他专门有生产 安检怀保 比较重视的税务 把内部审计也放进来 等等 那么他的这个流程呢 是你看有文字这个描述 文字描述 你看他这个采购 这是他的步骤 那你看他每一块的 这有什么 即将评价 考核以监督 这一块 然后呢 他对控制点 关键控制点 还有简要的文字说明 那么还有呢 他就是我这一块业务 我所涉及到的相关的管理制度 我把他这个编号 所以制度的名称 给你这个告诉你 这样的话呢 你在从事这项业务的时候 你为了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 你可以去找这样制度 他是这样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销售业务流程 你看他支持他的控制 控制的矩阵 控制的目标 经营目标 财务目标 合规目标 还有呢 他所面临的风险 经营风险 财务风险 合规风险等等 然后呢 这是他的销售业务的流程 和控制点 然后呢 是控制点的举例 说明 控制点的说明 然后呢 相关制度的目录 它是一样的 最后呢 是什么 他的内控的 这个检查评价体系 一个人就说 单位自杀 你自杀 是吧 那么我 总部呢 主要是测试 每半年一次 总部 是 每半年做一次 自我测试 底下的二级企业 至少每半年一次 中俄检查评价呢 至少每年一次 股份公司的年度的 中国检查呢 他应该是什么 每年检查总部门 和一定数量的 分子公司研究院 其中损计部 要25级 是吧 他就这样 另外呢 他这里面就有什么呢 就是 他主要是征训 是吧 内控检查评价指引 还是总部部门的 检查评价考试细则等等 这些方面 好 那你看 他的这个考核 主要是设置是吧 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根据年度综合检查评价结果 及执行结果 直扣不讲 他是这样的 他的这个什么呢 是这个奖金 他的高层管理人员 有责任 是吧 业绩奖金考试里面 是了两分 五分 十分 三个档 当然他也还有这个 具体的评论标准 他是设置了这样一个指标 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跟你分了三个档次 什么情况 当然他有具体的评论标准 什么情况下 给你十分 评十分 什么情况下 只能评五分 什么情况下 给你评两分 当然还有扣 在这个基本分的基础上 我给你扣 扣 什么情况下 我要给你扣分 还有呢 单位的基因目标的考核 是一分 两分 五分 三个档次 就是他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不但要考核单位 而考虑高层管理人员 跟高层人员讲的 是挂空的 这是忠实化的做法 作为他整体的这种 考核指标当中的 一个指 就是内控执行情况 这是忠实化的做法 这是他内控手机的负责 接下来我们介绍另外一个案例 是中国人寿 这张省分公司 风险管控工作 只能指标考核细子 我们看看 他主要是采用这个综合评分法 他有一个 首先有一个总的这个计分公式 就是总得翻 等于各项考核指标得翻 存下相应的这个权重 他的这个指标主要是有六个 他主要是在那个总行这个 分公司这个角度 对他底下的各地式的分公司 来进行这个考核 风险管控工作方面的那种考核 他设置了六个指标 这个指标叫销售人员风险 预警排财力 及携察员配置达标力 权重是8% 那么统计周期呢 是每年度统计 那么谁来这个 负责这项工作呢 计算这个指标 提供这项方面的这个信息呢 销售杜查部 第二个指标叫 风险管控信息 报送达标力 39% 每个季度报送 由销售杜查部 和法律合规部 共同负责 第三个指标叫 违规及案件核查工作 达标力 27%的这个权重 每年度来进行统计 数据统计 计算这个 这个指标的得分 由销售督查部 和监察部 共同负责 第四个指标叫 关键岗位 风险 繁范执行力 6%的权重 季度 法律合规部 来进行负责 还有呢 内控评估执行力 11%的这种权重 每年度 来进行统计 计算 由法律合规部 来 具体这个负责 实施 第六个指标叫 洗钱风险 防发执行力 9%的这个权重 那每年度 进行统计 由法律合规部 来进行这个 负责 这是他的这个指标体系 也是他的权重的分配 还有呢 明确了统计周期和顾问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他们一个指标 是 怎么来试制的 怎么计算的 他究竟呢 有什么样的作用 考核哪方面的工作 我们来看看 他首先的是什么 叫 销售人员风险 预举 扒查力 及协查研 配置 扒表力 这个指标主要是什么 考核 我底下 各个支公司 应用风险 预举系统 扒查 销售 风险工作 的完整情况 以及销售 读查 协查员队伍 配置到位的情况 他这个指标主要是 就是干 主要是考核这 两方面的情况 那他这个指标 这个怎么来算分呢 又 他这点是 实际上又是两个指标 加总的一起 所以又有一个 又采用了加权平均 这样计算的方式 两个指标 一个是销售人员风险 预警扒查力 再就是销售 督查 协查员 配置达表力 他们钱重分别是 75% 25% 那销售人员风险 预警扒查力呢 就是考核期内 各批次预警扒查成功力 笔上考核期内 应该完成的 扒查的批次 它是分批次进行 那每个批次呢 扒查的成功力 就是当批实际完成的 保单的扒查回法数量 笔上当批 应该完成的 排查回法的保单数量 这一百一百 它这一步一步的 非常这个严谨 是吧 好 那么这个你 这个指标算出来之后 你还要转换得分 对不对 它在这里 又给出了这个 销售人员风险 预警 帕萨利的评论方法 如果算出来这个指标 小于60% 那么只能得0分 不计较 0分 60%呢 给你70分 70%呢 帕萨利达到70% 80分 80%呢 给你90分 大一等90呢 给你满分 100分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遇到 比如说刚好是 算出来是 75% 怎么办 没关系 它已经告诉你的 用内擦法 或者叫擦置法 进行计算 大家回应一下 我们在 学财务成分 学财务管理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个 比如说你这个 内含暴首例 怎么计算 其实最重要的是 叫擦置法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就不展开了 大家可以回去 查查数数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销售督察员 督察协查员 配置达标率 平平方法 它是满分是100分 那么你如果是 按照公司 市公司 知公司 按照市公司 下达的协查员 配置标准 来完成协查员 配置得满分 如果没有 每少配置一个人 扣十分 直到扣完为止 零分 你看它 不但有指标 每个指标 我界定的内含 分辨了相继的群重 而且给出了 计分的方法 同时就是说 还有的这种 计分的 评分的这种规则 所以这个 非常具有科学性 那么它还有 界定的数据 从哪来呢 通过风险 一级信息系统 而知公司上报 及分公司 核查认定 就是防止你造假 是不是 我要从系统上 自动去起诉 当然你知公司 可以上报 我分公司要进行 核查认定 那统计周期是年度 那这个 谁对这个指标 来负责 具体这个解释 和考核 销售读查 那这是 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就是风险 管控信息 报送达标率 这个指标 主要是来考核 治公司 对销售人员 违规信息 法律的案件 比如说 包括诉讼案件 行政处罚案件 重大索费案件 和担保事项 和合规 经营评估信息 反洗钱工作信息 安时报送的情况 你没报 那么这里面呢 又从 及时力 和无差错力 这两个角度 一个 你及不及时 该报 没有报 事后再报 可能都是什么 完了 没有办法的 去支撑我们 上级部门的 这种决策 不能去做出 什么有效的反应 再来你 你光报了 你不准确 错的 也会影响 我们这种决策 是吧 所以还有一个 准确力的问题 这两个角度 那么你看他 这样的话 这也是两个指标 两个方面 那也是一个 要采用加钱批评 这个方法 你看他这样 因为这个信息 封建广告性 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违规信息 一个法律的案件 这个反洗钱 非线人监管信息 还有可疑数据 报送这个 他又分成四个方面 是吧 这是四个方面 又分配 加重材是100分 所以要分配下权重 37.5 44.5 9% 9% 这个权重呢 其实主要是什么 根据这个指标的重要性程度 我们可以采用专家 判分法 或者叫德尔菲法 来进行这个确定 当然也要结合 除了结合经验 还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 看我们这台指标 重不重要 好 那你看 他这个 又讲了 这些指标怎么来 这个 评分啊 他这 每一个指标 都要考虑两个方面 就是前面是按照内容来划分 不同的这种信息 风险控制信息 每一个方面的信息 又要分成两个方面 一要看即使力 第二个人要考核 整确力 所以是 每个指标的 达标历史得分 就等于即使力得分 乘以140% 乘以加上 无差错力 得分乘以60% 其中的即使力得分是这样的 是怎么算 100分 减持延迟扣分 无差错力得分的是 来100 减持差错扣分 那你这个是 怎么来扣这个分呢 怎么来扣这个分呢 差错怎么来扣分呢 这个后面又记得讲了 每 我要求你报 我是有规定时间的是吧 那你和我规定时间相比 每晚一天 我给你扣十分 如果你以上延迟六天呢 你就不要算得分 无差错这个评分呢 是每错一个数据 因为要核对 如果经过核对 就算你错了 那每错一个数据扣十分 那十个呢 你就已经扣了了 是吧 以下呢 十个以上你就不要 这个几个都没有分 这个 整确的这方面的制度 明白 不得分 那么还有呢 是什么呢 就是 他这个是叫 反洗钱可疑数据 报送达表力 这个指标 他的计算情况 和前面其实不太一样 他现在说 延迟次数 晚报一到十批次扣十分 晚报十到二十批次扣三十分 晚到二十 还二十批次 以上扣五十分 差错率呢 错报一到十批扣十分 错到十到二十批扣三十分 错报二十批以上 还二十批扣五十分 而这个交易数据 他这个这个 反洗钱可疑交易数据 可能是 数量比较多 批次比较多 所以他采用的这个计分方法 和前面不一样 总之他也是什么 非常有根据 非常具有科学性 是吧 也非常具有操作性 不是说凭主观判断 那数据来源呢 他这里也说了 是通过我们信息系统 来这个提供 同时呢 结合省公司 检查结果来确定 统计周期是每个季度 那这个指标 因为涉及到这个信息 风险控制信息方面 比较多 有法律方面的 有销售方面的 还有房洗钱方面的 所以呢 由销售杜杂部 和法律合规部 来分别负责解释和考核 第三类是什么 违规及案件 核查工作达标率 这个主要是考核呢 知公司对销售人员 及员工违规 及案件 查处工作执行的情况 那么他的这个 怎么来得分呢 就是 等于销售人员 违规行为核查率 得分乘以16% 加上案件人员 销售人员案件 核查工作达标率 得分乘以23% 还有员工案件 核查工作率 得分乘以61% 首先是把销售人员 单独变出 是吧 一个是违规行为 一个是案件 那再一个就是员工 那销售人员的违规行为 这个核查率呢 是什么呢 由销售督察部 来负责解释考核 那销售人员呢 违规行为 核查达标率 得分怎么算呢 是 Sigma 扩乎 当年每一违规行为的 查处评价得分 除以 当年应该查处的 违规的案件数 这个指标的 最高 得分是100分 如果你这个职工资 在考核期内 每发在一起 没有查处 的销售人员违规行为 一件 那扣3分 如果发在20件以上 这个指标就得0分 那就这样 那么这个 还有呢 是什么 他说 到底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是属于违规 行为 那这里面 他就又有这个标准 比方说 事前 违规事项 是不是前面受理 事前违规行为 建树 是否及时扭转 违规行为 调查记录 是否整确完整 违规行为性质 认定是否整确 是否对违规行为 下发处理 这个决定通知 违规行为 是否如实上报 规短材料吃味 是否完全正确 就是你对违规事项 违规行为 你去进行查处 你 这工作 有没有做到位 他把这个要点 查处 怎么开展 这个查处工作要点 都跟你指出来 他有这个评分的标准 是不是 那么你可以看到 加重钱也是100分 这是 这个 还有那是销售人员的案件工作 案件核查工作 达标理评分 那这个指标也是 由销售读查 他是规口管理部门 是吧 对这一块这个风险进行控制 那么也是一样的 这个方式 当年每一核件 案件的核查的工作得分 工作得分 工作得分 怎么得分呢 他有评判的标准 是不是 比上当年的 发生的案件总数 这个指标 最高得分是100分 如果分工资在考课期间 没有销售人员 案件发生 那你足得满分 每一案件工作得分 评价标准 是怎么评价的 他也是把工作要点写出来 这是考课他 怎么来进行 案件的 刚才是违规行为 怎么来进行查处 这个是案件 怎么来进行查处 有的很详细 比如说 你是不是按规定 成立的案件查判 工作阻止 这是五分 案发机进展情况 报送是不是 接受整确 案件查处 关键阶段 重要事项督办工作 是不是及时有效 提供的资料 对外提供 有没有经过 法律专业人员审核 是不是前面 斥理开着案件 风险扒杀工作 是否因处置不当 引发媒体炒作 负面报道 等等 你看他其实是什么 包括最后 没有行业报告 有没有制定 落实整改的这种措施 是吧 他是这样 就是说你发生案件 发生了案件 发生了违规行为 不要紧 关键是 你有没有及时 去进行处置 有没有尽可能的 把我们的 负面的影响 或者受到这种损失 降低到最低程度 就是对 我们的这个工作的 这种考核 内控工作 风险扒杀工作的 这种考核 你会看到这个 做的是非常这个精细 非常精细 而且呢 又非常的这种 有根据 提供的根据 使得这个制度 评分 考 非常具有可操作性 再来就是 员工案件 工作达标率评分 他主要是由监察部 来复制解释 考核 他的这个 方式一样的 是吧 当年每发生 一件案件 核杀工作的得分 加重其他 比上我 当年发生案件的总数 最高分一百分 每个案件 核杀工作得分 评价标准是 在这里有 工作的流程 核杀的情况 处理情况 还有呢 你的这个资料的 这个整理 工作成绩 比如说 你有没有按规定 即时下上一期 公司报送 案件线索 是不是即时 上罢了最新进展情况 是不是采取的 有效措施 控制案件的 发展 调查情况 是不是积极配合 调查组工作 处理情况 是不是及时落实 属下的应该 出份决定 再个资料 是不是及时 上交案件 所涉及的资料 等等 每出来一个案件 还要按照 这个四个方面 六个指标进行评分 然后呢 出一起 就评分 一起 然后如果出了五起 分别 这个评价分数之后 加重其他 然后出于这个案件总数 可以得出 这个对严公案件的 查处的这个 工作的这种都非 这是我们说这个 实际上就对这个监督检查 这项工作的这种 查处 是吧 违规行为 案件这个处理 实际上就是监督检查 这个工作 做的怎么样 进行这种考虑 当然实际上 它也是那种工作的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这个数据来源是什么 通过销售读查信息系统 风险预警系统 还有职工资上报 司法机关认定结果 结合这些方面的这个信息 还有市公司检查 上市公司相关认定 来确认 统计是按一年来算一下 这个指标呢 因为是叫销售人员的 违规行为 案件查处 这个销售读查部 要介入进行 还有呢 其他员工 监察部 负责 检释考课 第四呢 是关键岗位 风险防范执行 它主要是考核 知公司对关键岗位 风险防范的这个情况 那么它主要是什么 分两块 一个问题整改力得分 加上关键风险 核查执行力得分 第一呢 是问题整改力平衡方法 满飞是90飞 就是它怎么算呢 问题整改力 等于7个码 实际完全整改问题数 比上应该整改问题数 乘以100% 那么问题整改力呢 你算出来之后啊 那么你是这个 比如说你这个应该整改问题 有100个 但实际上呢 你只管那条60个 那你可能就算出来是60% 60你得分多少 总要分数就是30分 如果是你70%呢 50分 80%的是70分 大一等95% 90分 最高分数就是90分 那如果你是建议在 这两种之间呢 60 比如说60和70之间 或者70和80之间 用擦制法来 你解决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呢 是关键风险 自查执行力平衡方法 那么它的得分数是 自查发现有重大风险 隐患的得10分 自查发现有较大风险 隐患的得6分 自查发现有一般风险 隐患的得2分 它这个是什么 它是鼓励你 鼓励你呢 就是说把风险 扼杀在萌芽状态 你不要怕曝光 当有这个隐患的时候 萌芽的时候 你要赶紧的 这个 去 报告 提供这个线索 以便由我们 相干部门 或者上级部门 来采取措施 来 避免风险的 进一步的演化 恶化 从而造成的这种 事实上的损失 是吧 我们要鼓励你 不要怕这个 自曝 这个 不要怕这个曝光 暴露这个 加手 是吧 我鼓励你 所以这也是一个 考核的一个方面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 我们这个企业去参考 那现在有些企业 也是这样做 是吧 我们说是 叫风险控制 人人有质 你怎么把这个话 能够落地 你要有这个 考核的这个措施 是吧 问质的这种制度 那我应该是什么 比如说 是你这样的指标 我鼓励你 去自我去检查 自我去曝光 避免的这种风险 你不管 不问 不去管它 那很可能 就是什么 风险 进一步的这种 恶化 最后演变的是什么 重大的损失 无格吧 是不是 第三 这个数据的来源 就是给你 关键岗位的检查报告 和市公司的检查确认 每个基础来统计一次 这是由分公司 法律客戒部 来负责检设考考 第五的是 内控的评估执行力 那主要是来看 主要是考核 内控的评价工作 还有的是 内控标准执行工作 落实情况 那这个指标呢 也是分两块 一个是平规法规的 规范力 再是标准的 完全力 完全力 所以该理 它实际上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该理做的 你有没有做 第二个呢 你有没有做到位 是吧 做到位 那如果 今天还考虑了 外部审计 外部审计 你批准快事务所 对你内控情况进行审计的时候 如果他发现了 实质性的漏洞 或者重大的缺陷 那你这个规范力得分 就要直接就自己的一分 这边来这个进行的一票红计 相当一票红计 是不是 重大的这个事情 好 那么规范力这个得分 评分怎么评分呢 是评估规范的流程数 比上应评估流程的总数 成百分之百 那你这里面其实实际上还有个问题 就什么样的流程 经过我们评估之后 我们认为它是符合规范的要求 是吧 你要有评分的标准 否则化 没有办法这个判定 那就会主观一段 是不是 那就要有这个评价的标准 否则化没有操作性 好 算出来是百分之八十 对不起 都有得零分 八十三十分 九十四十分 百分之一百 五十分 那么而且呢 是什么呢 它要什么 它要这个就是 如果是建议在这两种之间 我们可以用擦析法 来进行这个计算 那么 还有这个标准的完成力 完成力的是 一百分减击减达扣分 比上一百乘以百一百 那这是市公司对支分公司 内控标准执行工作 组织落实效果 进行检查 减达扣分的标准是 如果这公司没有签示落实 内控标准执行任务工作 分解工作 对不起 扣二十分 如果没有指定内控标准 执行这个实施计划 扣二十分 如果员工未签示内控标准 执行的声明书扣五分 如果没有规定 没有制定内控首次培训计划 并实施扣五分 如果内控标准考试覆盖力 没有达到百分之百 扣五分 内控标准完全地算出来之后 又要转换成具体的得分 实际低分 就算出来百分立 要算出来这个具体的得分 它是这样 它这个指标的实施计 倒扣分之 扣完了之后 说百分比 百分比又转换成这个分数 可能这样实施 那么这个数据来源就是档一 是通过检查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刑机部棋 审计 外部审计师 现场审计 保监会检查等等 汇总算出来 每年算一次 这个指标就 公司的法律和规部 来负责检释考 第六个人就是 应该说 只有他行业特色 做洗钱风险的防范 指标 主要是考和各职 各职 各职公司 洗钱风险防范工作 和创新工作的情况 以及规避处罚 以规避处罚风险 和洗钱风险 这是 我们的这个保监会 会在您进行处罚 那洗钱这个风险防范 这是您得分怎么样 是现场检查得分 加上自查自究 工作指标得分 这两块加重 那么 反洗钱现场这个 检查这个得分 他等于85减击扣分数 因为满分是85 所以也是倒扣分制 那这里面主要是 反洗钱就是人民银行 应该是人民银行 经济处罚 发光金额 如果想要等于5万 25分 5到10万 50分 10到50万 75分 大于50万 80 这个扣分 扣50分 实际上就是0分 对不对 所以扣 把扣分数相加起来 就等于每次处罚 金额对应扣分 指的就合计数 那这个指标 最低得分是0分 最高得分是什么 就是85分 没扣了 是吧 好 处罚次数 以人民银行初纪的 处罚发款通知书 为依据 每份处罚通知书 为一次 所以他这个是 有预据 你这个数据 你照不掉钱 你就是以人民银行 给你出去的这种 处罚通知书 的预据 同时呢 他还给你的金额 大小 来的 探定你的这个 洗钱工作的 这种质量 怎么样 第二个呢 是凡洗钱 自查自救工作 只能平安方法 他说这是 满分是15分 如果你这个考核的分数 大于等于90分 给你15分 满分 如果小于60分 0分 如果是大于等于60 小于80分 这考核分数 8分 大于等于80 小于90分 12分 那这个考核这种方法呢 他有一个专门有个办法 是吧 也是有预据的 这书记来 还有书记来言 就来自于人民银行 现场的检查 处罚书 公司的反洗钱 自查自救 现场扒查 非现场抽查 审计部的现场审计等 这个指标呢 一年算一次 由法律 合规部 来负责 解释 那以上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讲解了 这个 这个 浙江省 这个保险公司 他的这种风险 防控 只能工作 他的这个考核指标的试制 应该说 他的这种做法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是吧 他实际上是 设立了 根据他的这个 业务的情况 比较关注的这种风险 工作 防控工作 设计了六个指标 然后每一个指标 负义相应的权重 加总起来 是一百分 那每一个指标呢 他有规定的 这个指标的这个内涵 以及他的这个计算 规则 平均方法 平均标准 还有的计算的 统计的周期 还有呢 负责这个 考核解释的这种步 那么 还有他在这个 这个指标设计的时候 他也是 值得我们学习 是吧 他非常讲究这种根据 讲究根据 比如说 你要有这个银行的处罚通 雷银行的处罚通知 我有相应的 就评论标准 规则 不是呢 随意的 不是呢 靠主观这个异端 所以 尽管它是属于这个保险公司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 企业 如果你要 在试制 绩效考核体系的时候 要考虑这个内控 风险防务工作 这个质量 我觉得是 非常值得 我们这个学习 所以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案例 那我接下来 再想讲一个 再想讲两个案例 你看我们这个销售业务 销售业务呢 企业内部控制 应用职业第九号 销售业务当中 提到了 我们销售业务 会面临什么样一些 关键风险呢 第一 可能销售证次 策略不当 事实上意思不准确 销到渠道 管理不当 可能导致销售不畅 库存积压 经营难以为止 卖不出去 其道堵散 第二呢 是客户信用管理不到位 决策方式选择不当 账况回收不利 可能导致呢 我们这个 一肉账况 不能收回 或者遭受提倡 信用风险 第三呢 是什么 销售人员 存在着人有舞弊行为 可能导致企业利益受损 而有这些方法 那我们在销售部门 进行考核的时候 我们在进行考核的时候 设置这个 提交考核指标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 根据这些风险 设置相应的指标 比如说 货口回收 货口回收 其实我们可以 应该有这一块 叫销售回广考核指 还有呢 我们为了避免考核 这个库存 这个积压 我对销售人员 要考考虑 他的销售路 对不对 你看 我们这里是要考核 销售路 包括了销售路的计划的 计算的完成力 目标的 计算目标的完成力 还有呢 我要分区域 分部门 分产品 分业务员 分渠道 进行考 这考的很细是吧 还有呢 我们要考 为了 他的信用风险 正防控 我对销售业务员 除了考虑他的 考虑他的销售路 我要考虑他的销售回款 而计划的完成力 目标完全力 还有回款中期 时间的长短 等等 那么 这是也是一种这个做法 是不是 也是一种做法 那么 包括了 你看 我们这里说的 这发出商品 他的这种 发货的及时力 运输及时力 工作擦错力 其实也是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保险公司的 这个指摸一样 其实我就是 对你这种 发出商品 这项工作 内容工作 搞得好不好 我可以用这个 及时力 用擦错力 其实可以 来反应 这是我们说的 这样也是一种 这个做法 这是他最终的 比如说回款周期 你长了 我去考虑回款周期 但是如果你没有 达到目标 那说明你什么 你有这个 信用风险 表达 说明你要回款工作 承担这个问题 如果你销售路指标 一说据完完 你比较差 那说明是什么 你的这个销售 策略 销售政策 就管理 销售管理方面 这也是有问题 是这样的 逻辑这个思路 我们再来看看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 就是新兴助管 他之前呢 就是对他们利润中心 设置的一套 议算考评指标体系 他主要是采用 平衡计分感的 原理 有财务指标 也有非财务指标 是吧 那么还有呢 修正指标 就是调整的这种指标 还有一票否决的指标 比如说特别择任的事项 是吧 你就像我们前面 给讲保险公司一样 你出现了这样一种事项 被遭到这个 你比如说审计 外部审计 对你这个保险公司 进行审计 就会让你存在着 重大的缺陷 那你就是什么 你 其他方面做得再好 没有用 你这个指标 就得分线 零本 是吧 所以你看他这是 有一个这一票否决指标 这个指标 这是一个 还有呢 你看他对议算 议算 我们说也是一下 内控的手段 控制的手段 所以你看他是 18项应用指引当中有 前面议算 企业内部控制 应用指引 第15号 前面议算 那 对这块议算工作 他做怎么样 他也有这个考核的指标 比如说一个 编制的准确 你这个利润中心 你有没有重视 这个议算的编 编制啊 这样工作总员 一个我要考虑的准确率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保险工作的擦错率一样 第二个是 议算这个编辑完了 时候执行 执行到不到位呢 他用了一个叫 红灯的预警笔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议算 在执行的时候 这个指标没有达到 我的目标值 而且出现了这个偏差 就是议算偏差率比较大 那我就要亮红灯 那么你红灯被亮的 比较多的时候 那说明你这个 议算的执行是不到位的 这是考核的 这个议算执行工作 这是议算的 编制的纸 还有你看 他这里还有一个纸 就是把一个管理盘 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 你假如 你被出现了 这种保留意见 那 这种快事 他会说明啊 你在什么方面 做的不好啊 那其实他是 解释了 我在哪一方面 内控 还是存在着 缺陷 是不是 这个是 也是可以考虑 也是跟我们这种 内控工作的 提交考核 也是有关系 那么以上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四个案例 那么应该说 他都有自 每一种做法 都是他自己的特色 所以呢 大家 企业 我们企业在这个 设置这个 提交考核 指标体系的时候呢 你可以结合 你们 我们这个自身 这个企业的实际情况 来进行这个选择 总之要强调一个 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 内部控制工作 真正要发挥作用 就要跟 及教考核 跟这个讲诚 就或者说 问责制度 相结合 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这是一个趋势 那这块内容 有关这块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